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中又称为国中中原 现在这何尊作为国宝级的文物 那是不准出国攒染的 从考古学角度来看 在商周之前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存在许多相对独立的部族 他们在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当中 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 你比如养韶文化 陶寺文化 红山文化 大文口文化 梁祖文化等等 各具特色是一彩分成 这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 邦国伶俐 小国寡民 不过呀 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崛起 它呢 是唯一使用复杂青铜技术的 先进文化 那就成为了一匹黑马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全球 还能看到这么一条 贯穿欧亚草原的青铜之路 早在公元前六千年 地中海就有了野铜的遗存 那过了三千年 这欧亚草原呢 进入到青铜器的初期 那再过一千年呢 青铜器在咱中国的西北出现了 而中原地区进入到青铜时代 大概是公元前 一千七百年左右的事情 作者许红就说了 从青铜时代开始 咱这个西北地区啊 其实是古代改革开放的前沿正地 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 还有一条连同中国和世界的青铜之路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啊 咱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呀 又是非常独特的 在西北地区出土这个早期青铜器啊 那都是装饰品 日常用品 像什么铜镜啊 钮扣啊 而中原的青铜锂器呢 则摆脱了它的实用性 主要啊 用于祭祀啊 就像左传说的 国之大事 在祀与荣 军事 祭祀 那是最重要的两件事 这些青铜锂器啊 也只在二里头的上层墓葬当中出现 当时 那是一个等级社会 青铜锂器 那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最早的锂器 你像铜绝啊 它是一种酒器 是用来装酒的 那另外一个呢 叫青铜锂啊 那看上去啊 像是斧头 但呢 不是打仗用的 锂呀 它是象征军事权威的 仪仗用器 也是一种用于大臂之行 也就是死刑的刑具 甲骨这个王啊 王这个字啊 这个字形呢 就像一个横着放的锂 最早的时候呢 就是指秉持辅阅之人 有军事统帅权力的首领 那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 王才逐渐成为握有最高权力统治者的称号 咱们这个古代辉煌的青铜文化 它呢 是在外来青铜野著技术之上 跟我们这个祖先崇拜的文化来结合 才产生了这独一无二的青铜文明 其实啊 不仅是青铜器 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 中华文明探员工程新闻发布会 就是这么说的啊 说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 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 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 还有黄牛绵羊等字样 以及青铜野著技术 逐步融入到中华文明之中 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 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其实呢 那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有专家提出一观点 说青铜被作为关系到 亡国命脉的重器后 就要寻找制作青铜器的矿料 也就是材料 这成为亡国向外扩张的一个动力 亡权国家 那就开始出现了 从出土文物来看 三星堆的青铜器 具有中原文化的因素 但呢 又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从总体上看 这些青铜文化出现的时间呢 要晚一些 在商周时期才兴盛起来 商朝啊 这个中原的势力范围 从一度呢 是收缩的 各个地方的土著势力呢 那就开始增强 虽然英商的都议文明高度发达 但他呀 直接控制的地方 其实呢 是缩小了 青铜锂器铸造技术 那就外流 三星堆文化所在地区 以及长江中游 也可以独立来制造青铜锂器了 中原青铜文化 独霸一方的局面被打破了 青铜文明因此呢 就扩散了 可以说 以二里头为先导的青铜时代 使得整个中国的文明形态 发生了突变 核心文化那就开始形成 这也恰恰证明 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 也正是青铜催生了中国 好 欢迎回来 刚刚说到青铜催生了中国 不仅是咱中国 对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而言 铜那也至关重要 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本书 迷人的材料啊 这本书啊 他就说 没有铜 那就不会有金字塔 对史前人类来说 发现金属啊 那是划时代的改变 在石器时代 金属是非常罕见的 当时仅有两种金属 就是铜和金 因为只有这两种金属 是自然存在的 其他的呀 都必须从矿石当中啊 来提炼 当然还有铁 只不过呢 那不是展地球上的 而是来自外太空的云铁 数量是很少 古人运气啊 足够好的话呢 他就能在土里啊 挖出红彤彤的一块东西 他呢 比石头要重 比石头要软 还有光泽 这是什么呢 铜啊 它是天然的 纯度啊 往往在99%以上 这种铜啊 你给它放一段时间 就会长出青绿色的锈 也就是铜绿 这种铜绿呢 古人也都见过啊 他们挖石头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表面 也有铜绿的石头 那就是孔雀石 他们把这个孔雀石呢 给它烧 融化 就能炼出铜来 这也体现了铜的一个优势 就是容易冶炼 冶炼金属 它需要高温啊 你比如铁哈 最低得烧到1300度 而铜呢 要800度就够了 这种炉温并不难 几千年前的这个炉温啊 就能达到1000度 铜制器具呢 不仅促进了这个人类技术的进步 还呢 催生了城市和这么第一波的人类文明 埃及的金字塔 就是铜器的杰作 建造金字塔用到的岩石呢 那都是从这个矿场啊 给它挖出来的 据统计哈 古埃及人 他挖掘了大约一万吨的铜矿 制造出了三十万把铜枣子啊 要是没有铜 那法老 即便你召集再多的奴隶 你也盖不了这个金字塔呀 不过呢 黄铜还是很软啊 着其岩石呢 很快就会变顿啊 而钦铜比这个黄铜 那就要坚硬 钦铜呢 它算是铜的合金 在铜里加少量的锡 偶尔也加一点参 就能够做出强度啊 硬度啊 更高的钦铜 希腊神话里的活语工匠之声 叫赫菲斯托斯啊 他这个形象啊 就是工坊里的匠人 在神话中 他的身体呢 是残缺畸形的 这其中的原因呢 可能就在于 当时的工匠 他熔炼青铜的时候呢 会接触到生 生中毒就导致残疾 在铜之后 材料科技呢 就继续进步啊 人类进入到了铁器时代 1961年 牛津大学 有一位教授 发现了一个这个 古罗马的坑洞 这里边呢 买了好几十万根的钉子 研究就发现 这呢 是古罗马军团 驻扎的地方 他们抵挡蛮族的入侵 驻扎了六年之后 撤离 为了不给敌人留下任何的东西 他们销毁了所有的粮食 把城堡也移为平地 但还是不放心 因为城堡的灰烬当中啊 有铁钉 铁钉 太珍贵了 不能留给敌人 因为古罗马 就是靠着铁灶的船只啊 刀剑啊 建立起了帝国 你把铁钉留给对手 那就等于啊 给对方送上了武器 因此呢 他们撤退之前 就挖了一个大坑 把这个铁钉啊 都给埋了 在铁的锻造过程中 也会产生一种合金 当然就是钢啊 钢的成分呢 不复杂 就是加了碳的铁 少部分铁呢 它机缘巧合 炼成了钢 坚硬无比 古人就觉得 这种现象呢 非常的神秘 这其中的原理啊 现代人 也是有了量子力学之后 才弄明白的 原因就是 碳原子挤在了铁原子之间 改变了铁的性质 但在实际冶炼当中 也会有一个大问题 铁里边的碳 如果只有百分之一 那是好钢 如果太多的碳 你超过了百分之二 那就好容易碎 直到二十世纪 人类在彻底掌握 合金形成的原理后 那才明白 为什么有些炼钢法 它行得通 有些呢 就行不通 古代人呢 只能靠不断的试错 找出成功的炼钢法 然后呢 代代相传 而且呢 这些方法呀 往往是机密 当然了 这些不外传的方法 那实在是太复杂 就算被偷学 成功复制的概率啊 也非常低 对古人而言 炼钢 那就像是一个谜 许多传奇 也因此出现 你比如 英国 他这个家喻户晓的 传奇亚瑟王啊 有一把王者之剑 传说啊 这把剑 具有魔力 谁拥有它 谁就能统治 不列颠 这本书呢 就给这个传说呀 带来一个解释 就是因为炼钢技术 不过关 高炭钢制成的刀剑 在战斗中 很容易被砍断 那亚瑟王的剑 为什么不会被砍断呢 只有一个解释 它是有魔力 其实啊 那就是寒炭低 那类似的情况 在日本也出现 铸造武士刀 需要好几个星期 而且呢 还要有一种虔诚的仪式 你比如 日本名剑 天从云剑 号称是三大神器之手 也有各种这个故事传说 原因呢 也是在于真正的钢剑 能比其他武器啊 锋利十倍 十五世纪 日本武士制作的刀剑 已经独步全球 原因就在于 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 分辨出高炭钢和低炭钢 用低炭钢来制作刀身 那就非常的强韧 打斗当中呢 不会轻易折断 刀锋呢 则是用高炭钢 非常的坚硬 磨得是极为的锐利 这种武士刀 那是两全其美的最佳武器啊 称霸世界五百多年 直到二十世纪 也经科学进步 才被超越 你看啊 看起来玄乎其玄的传说 用材料这个视角 用科学的眼光一看 就能发现真相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材料 我们来说一个非常普通的东西 就是玻璃 这个在古壮剧当中 古人都是用纸啊 来糊这个窗户 轻易的就能捅破 被人偷窥 被人吹迷烟给迷倒 好 那咱古代有没有玻璃呢 答案是有 战国秦汉的墓葬里啊 都有玻璃制品出土 据考证 玻璃的起源呢 是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埃及 大概是公元前五世纪呢 传到咱中国 古代中国的瓷器 很早就有了非常高的水准 而玻璃呢 是更容易烧出来的 但在咱这里呢 没有发展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玻璃的原料啊 它是沙子啊 这唾手可得 里面的石鹰融化之后 就成为玻璃了 你在沙漠里点一堆火 要是这个风够大呀 就能烧出玻璃来 但因为沙子里啊 有杂质 古代加热的温度呢 也不够高 得到的呢 不是那么透明的玻璃 而是绿色的呀 棕灰色的呀 除非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运气好 才能得到透明玻璃 你比如 古代埃及啊 一位法老的木乃伊 他有一个装饰呢 那就是透明玻璃啊 法老用它来陪葬 可见玻璃啊 有多金贵啊 这块玻璃啊 并不是古埃及人自己制造的 研究发现它呀 有2600万年的历史 那现代社会 只有一种物质呢 跟它相似 那就是核爆石的 产生的这个玻璃石 科学家估计哈 这是2600万年前的陨石 撞到地球 有一片沙子呢 特别白啊 这个 它完全是由石英组成 在超高温这个作用下呢 产生的玻璃 但这种机会太少啊 可遇不可求 虽然这个古埃及人 古希腊人 对玻璃制造呢 有贡献 不过啊 真正让玻璃啊 这个走路寻常百姓家的呢 还是古罗马人 因为他们发现了一种 注溶剂 就降低了融化石英 所需要的温度 他们大量制造玻璃 利用四通八达的贸易网络 把这个玻璃制品啊 卖到了古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 因为技术革新市场扩大 古罗马人呢 就让这玻璃啊 变得便宜 成为寻常百姓 也能用得起的这个物品啊 古罗马人非常喜欢玻璃 这玻璃窗啊 就是他们发明的 古罗马之前窗户呢 都直接开的 英文窗户这个单词的原意 就是封眼 是古罗马人啊 给他加落玻璃啊 但古罗马人 没有能力制作大块的玻璃 当时这个窗户的玻璃呢 都很小很小 另外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因为工艺不够先进 这玻璃里边呢 含有大量的气泡 很容易碎 真的要小轻轻放 那相比于玻璃 那瓷器呢 就显得高级多了 你比如玻璃更能够倒热 喝热水啊 它都烫熟啊 那瓷器呢 更适用了 再有啊 瓷器可以在这个表面上 画漂亮的幼彩 当欧洲人还在寒森的用 墓碑啊 陶碑啊 但中国人已经用上了 精美瓷器 瓷器充分展现出 古代中国在工艺技术上 超出了其他的文明 在欧洲用上等瓷器 招待客人品尝上等的 中国茶 那主人就显得特别有范 于是啊 被称为白金的精巧白瓷 成了一门庞大的生意 由于瓷器贸易量太大 惊人啊 这欧洲人呢 就想要能够自己来做这个瓷器 那肯定也能大赚一笔 但欧洲人始终不得其法 中国的瓷器有什么秘密呢 早在东汉时期 当时只有陶器 陶匠啊 想要改善这个产品 他们就进行了各种试验 尝试不同的粘土 加入不同的矿物质 在实验中 有一种东西 高瓴土 成为关键一步 用高瓴土作为原料 在一千三百度的高温下 瓷器被制造出来 这个秘密啊 一直掌握在古代中国的工匠手里 直到几百年后 有一个叫贝特格的人 他是炼金术士 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用各种矿物质做实验 无意中 他用了这个高瓴土 找到了制造瓷器的方法 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一七零四年 理工业革命都已经不远了 在这之前 他们就只能一直用玻璃 制造玻璃的技术 在古罗马之后 他就一直啊 停滞不前 真正的变化 要等到十三世纪的维尼斯工匠 他们找到了透明玻璃的生产方法 我们去维尼斯旅游 几个生产玻璃的小岛啊 它依然保持了七百多年前 烧制玻璃的遗迹 当时啊 这项技术是有很高门槛的 还有禁令啊 保密条款啊 因为透明玻璃啊 太赚钱了 不过呢 这也只封锁了一百来年 这技术呢 就泄露了 透明玻璃的出现和广泛应用 影响极为深远 1609年 一位科学家制造出了 第一架天文望远镜 他就发现 看起来光滑无比的月球 他竟然呢 凹凸不平 扇软叠起 他还系统观察了 木星的四颗卫星 这个人就是伽利略 也被称为是近代科学之父 另外还有一个人 他用这个放大透镜啊 去观察微生物 成为微生物学的开拓者 这个人就是列文虎克 迷人的材料这本书啊 他就说 当时古代中国的工艺技术呢 已经是遥遥领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少了望远镜显微镜 这两个关键的光学仪器 才没有能够发生科学革命 天文望远镜显微镜 这些工具的出现 就给更精确的天文学 航海技术 物理学 植物学 细胞学 还有微生物学的出现 做好了准备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玻璃 这个材料 历史学家分析了 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 二十个科学实验 发现其中 十六个都用到了玻璃 一种材料的发明 它可能以 咱无法想象的方式 改变世界 好 欢迎回来 刚刚说到 在近代科学发展历史上 这个玻璃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 我们来说 另外一种 影响人类文明的材料 这就是塑料 一提起塑料 很多人就会想到环保 环保人士纷纷烫烧 要抵制塑料 但其实 塑料 可以算得上是历史上 最富有创造力的材料 谈起塑料 我们得先从一项运动说起 就是台球运动 十九世纪 美国酒吧 盛行打台球 当时的台球 都是用象牙做的 那贵 象牙的性质非常独特 它硬的能承受 几千次高速撞击 不裂开 可以的 用机器做成一个圆球形 当时没有其他材料 能够兼顾这样的特性 但象牙也有缺点 就是贵呀 那酒吧 根本就用不起呀 纽约时报 刊登了一个悬赏广告 说谁 能够发明一种新材料 替代这个象牙 就给谁 一万美元 那个时候 一万美元不得了啊 有一个叫 海厄特的人 他就发现 把消化纤维素 在酒精当中 溶解以后 加入一种溶剂 涂在某个东西上 等它一干 就能形成一层透明 而又很结实的膜 他就把这个涂在 木球上的表面 拿给台球老板来看 但对方不敢要 因为消化纤维呀 很容易爆炸 有老板说呀 只要球一箱撞 那店里所有的客人 可能啪 就要掏枪了 后来 海厄特不断地改进工艺 把这种材料呢 命名为塞鲁洛 它就是最早的塑料 这种轻便耐磨 透明的材料 被发明出来后 有人发现了 它另外一个用途 用于照相机 制作底片 此前呢 照相机的底片 是玻璃做的 很笨重 拍一张照片呢 必须要大动干戈 有一个叫伊士曼的人 他用塞鲁洛做软片 然后呢 卷起来 装在小桶里 取代了玻璃 成为了底片 之后 他用在这个基础上 发明了柯达相机 让所有人 都能够接触到摄影 把拍照 也变成了一件 方便 又便宜的事 掀起了人类视觉文化史的革命 塞鲁洛是促成了胶卷的发明 而胶卷又催生了电影 另外还有黑胶塑料 它呢 制成唱片 又改变了音乐产业 我们印象中的塑料啊 都是什么 一次性的餐盒呀 包装袋呀 但其实 如果没有塑料 什么照片啊 电影啊 音乐啊 这些个艺术形式啊 很难发展起来 有人说呀 塑料本身 它是无辜的 那些对它过度使用 不当焚烧 随手乱丢的人 那才应该负责 最后 我们想要说的是啊 我们对文明阶段的划分 你看 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 钢铁时代 乃至现在这个硅时代 可见材料 多么重要 人类社会 每一个新的文明 都是由一种新材料促成的 文明时代 从某种角度说 它就是 材料 时代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读书料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周五晚上八点 老时间 读书料理 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